今天很特別 美國牛肉一直是大家喜歡的肉類 但今天我們用美國牛肉來做台灣小吃 所以我找了一個我的好朋友好兄弟 陳駿銘師傅一起來幫忙 嘿 阿民師 哈囉 帆帥 對對對 因為呢 阿民師呢是這個 我覺得台灣小吃要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特別請教他 做我們很會做 可是如何把它做得像 西餐啊或者米其林的那種 那可能就要請教帆帥尼 你太客氣了 那你覺得對於這塊肉你的評價 你如果從一個不同的菜系來看這塊肉 你覺得它怎麼樣 我們中餐都拿來炒甘草牛盒啊 或者是拿去做一些骰子牛 所以在中餐吃到那種很嫩的骰子牛 或那種甘草牛盒 那種就是用和尚頭來做對不對 對 那我們今天就用這塊好吃又美味的 美國和尚頭來做台灣小吃 那其實你就算不修切啊 直接切成薄片 或者是烤肉片 其實也很OK 那這塊和尚頭肉呢 它其實就來自於 美國牛肉的後腿骨肉 其實它的雞肉團呢 滿結實的 然後大概可以分成四個雞肉團 它的肉質特徵呢 是纖維滿細的 而且很柔軟 所以適用於烤肉跟牛排 那常魚中餐料理呢 我們會常常見到一些粵菜啊 或一些上海菜 他們常常來做一些炒肉片 醃漬肉的動作 好這和尚頭我們把它修切完 大概就分成一個 內骨心的部分 還有一個外骨肉 然後呢還有旁邊一些側肉 要扎實 它非常的細緻 那這就很適合來做一些 肉片啊 或者牛排 然後這個側肉呢 它同樣的呢 也是筋肉比非常的高 也很好吃 把這個胡椒餅的肉餡呢 稍微有一點點大顆比較好吃 我們就選擇這個側肉的部分 感覺就很鮮美 而且其實油花啊 跟筋啊 也都是分佈得滿細緻均勻的 所以和尚頭這塊肉呢 真的經濟實惠 要運用多元 不管是做肉片啊 肉排啊 燒肉片啊 火鍋片 其實都滿適合的喔 我們現在來製作那個胡椒餅的水皮的部分 糖 幫助發酵 然後最後再放一點酵母 然後我們先把它和勻 和勻了之後 我們再慢慢的加入我們的水 然後我們要把它揉製成三光 就是盆光 手光 還有麵光 油的部分我們就用和尚頭修下來的牛油 然後去把它提煉成天然的牛油 來增加這個麵皮 牛肉的香味 林哥你很厲害 我剛看你把這個皮都做好了 你剛說是油皮跟 這個是油皮這個是水皮 厲害 而且我按照你的指示 我把這個絞肉都切好了 有切大丁一點嗎 還有加一點油嗎 有加一點油 油脂在這邊 你說要切成這種 比較有絞勁的感覺 對 比較有口感 那你教一下那個胡椒餅要醃什麼 我準備了很多材料 白胡椒 白胡椒 白胡椒是它的辣 黑胡椒是它的香 喔 對不對 然後紅蔥頭一定要加 果然還是會一點點 這個蒜頭 紅蔥頭 紅蔥頭 然後最重要就是台灣小吃一定要有五香粉 五香粉 你看通通都有五香粉 好 所以這樣把它攪一攪就好了對不對 對 先拌一拌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加蛋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要讓台灣小吃要上國際 加一點不一樣的 我們就準備這個叫做 赤蔥 加一點點 那我來拌 繼續拌我的餡料 那你就來做你的 碎皮 好 交給你了 首先我們把這個水皮把它壓平 再放入我們的油皮 包這個 對啊 攀出來我們來包這個胡椒餅 那我們首先把這個牛肉餡 放到這個 我們宜蘭的那個三杏蔥 三杏蔥 餡真的滿香的 而且這個牛肉跟胡椒結合起來 就感覺特別對味 對啊 你如果不是自己擀皮 其實你用那個像什麼 蛋餅皮 或者是蔥油餅 對 也可以來取代這樣的一個做法 但記得蔥油餅不是煎熟的蔥油餅 是生的那種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潮扇的爐水要怎麼做 這是滾水 調茴香 對 然後丁香 丁香 然後白胡椒粒 胡椒 八角 八角一定要有 八角 這感覺這一鍋就會超香的 最重要還有我們的 蒜頭薑 蒜頭 然後薑片 還有我們的 香菜 對 台灣小吃 必備 然後我們的醬油 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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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密武器就是這個魚露 我覺得魚露跟牛肉來搭配應該會不錯 對 它可以提鮮 好 滷水剛剛已經準備好了 這時候我們就拿這個盒上筒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牛肉切成大塊 然後切成大塊 它非常的紮實 然後我們只要在表面上呢 醃上 鹽巴 稍微調味 待會兒我們把它自煎過後呢 就直接丟到那個滷水裡面去做一個滷製的動作 然後把它表面煎上色 我就聽到這個 聲音 很開心 對不對 就會覺得 蒸肉感就很好吃 很療癒 看起來就很好吃 那我們這樣子泡大概幾個半個小時就好了 那半個小時之後呢 它大概也會自然冷卻 自然冷卻之後把它放冷藏 那我覺得冰上一天會比較好吃 對 冰一個晚上會比較好吃 而且它很方便 你看小吃啊 這樣子 店家只要簡單的煎一煎就進去 那很方便耶 對 而且還可以賣比較貴 還可以賣比較貴 白哥 這個胡椒餅已經烤好了 不錯耶 看起來真的是很可愛耶 而且滿想吃 很精緻啊 切一下 很酥耶 滿扎實的喔 可以嗎 沒有包失敗 應該時間也可以 我覺得做菜最開心的就是要 試吃 偷吃 偷吃 你看這個皮很酥耶 一層一層的 好香喔 很香 很不錯 而且我們加一點那個刺蔥 嗯 味道就跟一般的胡椒餅 就是略顯差異 就比較高級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 另外一個那個 那個能滷肉 泡了十分鐘後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 我們再把它 讓這個滷水冷掉 再把它放回來 冷泡 就是冷泡的方式 斜的來切 先切一塊看看它顏色 哇 有沒有 很漂亮 漂亮粉紅色而且還juicy 嗯 我們簡單的就把它切成薄片 好 你看我們把它切成薄片之後 就可以這樣子 一個一個的把它放在這個 漂亮的盤子中間 你看它雖然不是那種完全的 生牛肉有沒有 人家說那個生牛肉 不是像那種菲力來拜 那我們雖然今天 欸這不是菲力 可是吃起來感覺比菲力還好吃 整體的感覺不同有沒有 我有醃一個那個 日式的這種熟蛋黃 就是用清酒跟醬油 還有一點糖 這個蛋黃蛋 這個我又學到了一道 因為它可以靠這個酒 還有這個醬的製法 你會讓這個蛋黃它就是一個成型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用美國和尚頭所帶來的 冷乳牛肉 跟胡椒餅 這間廳都好 你會讓這一次 跟胡椒餅 volver跟著 CrossFit 五 八 三 六,八 一 五 八 五 六